曼谷16号发生一起台籍男子 遭到零月洗劫重大刑干 而被害人陈氏在旅馆内 手脚被绑起来还缠绕胶带 而他竟然是去年才因为假公益 珍稀金要上媒体版面的地产大亨 而知情人士更透露 死因相当的不单纯 只指和洗钱黑吃黑脱不了关系 双手双脚惨遭绳子绑死 头颈部也遭胶带缠绕 练抄下陈氏床边地板 泰国曼谷旅馆内离奇死亡案 死者禁食台湾地产大亨 惨遭酷刑虐杀 泰国警方不止发现房内有大豆痕迹 被细接一空 版主的保险箱也有血迹反应 被害人士47岁的朱长生 去年才被媒体爆料 以水木清华校友会加工艺珍稀金 想不到这个月14号 他入境泰国 16号就惨死旅馆 知情人士曝光内幕 去泰国 在他投资什么大麻 他跟现在已经被通弃的林志宏 一起弄的 自己钱嘛 他们中间就是黑吃黑啊 真的好像不是说很好吧 已经干掉自己人吧 监视器曝光 朱长生死前 不知遭人灵虐 他入住的618号房 更是出入复杂 14号入住当晚 先是两名太景女子进入 凌晨再出现 两名穿进生衣的白人 及一名黑人 目前太景已经逮捕 两名未及嫌犯 拘留调查 而旅馆人员 曾看过他使用笔电 但房内却招不到电脑 受机 阴晕重重 警方要查证 是不是因为黑吃黑糟 先下手为强 而外交部证实 16号接获 泰国警方通报 目前已经联系死者家属 慰问处理后事 不过其实 朱长生16号原本在台湾 要出庭 却突然请假 跑去泰国行踪诡异 想不到最后 竟惨遭酷刑虐杀 命丧一详 记者王志文黄玉兰 台北报道